位于东欧的俄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向西方学习的国家 在彼得大帝时期,俄国就开始向西方强国学习 这比日本的明智维新早了150多年 当时西欧最先进,最强大的国家还不是英国 而是被称为海上马车夫的荷兰 彼得大帝曾经隐瞒身份去荷兰造船厂里当学徒工 学习造船 彼得大帝回国后在俄国进行西化改革 使得俄国成为东欧第一强国 此后很多有作为的沙皇也在不同程度上学习西方 令人大惑不解的是 俄国虽然最早向西方学习 但俄国的发展水平却一直落后于西方 甚至被后来的日本、韩国超过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1.俄国与西欧强国的基因不同 荷兰、英国等都是天然的海洋国家 靠海为生 他们都拥有发达的手工业或工业 保持着强大的海军 拥有广大的海外殖民地 通过海外贸易获得超额利润 维持国家的富裕和先进 而俄国是典型的大陆型国家 靠土地为生 他的财富大多来源于农业 依靠农奴制剥削底层民众 所以俄国更热衷于掠夺土地 而不是发展对外贸易 基因的不同让俄国对西方的学习很难得心应手 2.俄国对西方的学习不彻底 没有及时改变落后的制度 英国、荷兰等西方先进国家都实行君主立宪制 议会制 国内民众比较平等 鼓励发展工商业 与殖民地开展贸易 以贸易立国 而俄国实行中央集权制度 民众和地方的权力很小 工商业不发达 广大民众都被农奴制束缚在土地上 俄国改革的目的是富国强兵 因此西化改革比较保守 且更侧重于军事方面 政治上 没有实行议会制 经济上 对落后的农奴制改革时间太晚 因此 俄国的政治 经济制度长期落后于西方 3.穷兵独武 对地方治理不善 俄国经济虽然以落后的农业为主 但西化改革使俄国的陆军实力非常强大 并且俄国还有骁勇善战的 自从大航海时代以来 西方强国的发展非常快 政治 经济 文化都在不断发展 而俄国对西方的学习 却经常陷入停顿 西方发展太快 科技 文化日新月异 导致俄国跟不上 国土面积大 资源丰富的优势很难完全发挥出来 5.西方排斥俄国 俄国虽然经济和社会发展落后于西方 但领土面积大 军事实力强大 未来的发展潜力也很大 这引起西方国家的不安 并排斥俄国 甚至遏制俄国的发展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